是两面反胶的弧拳机和快攻 正手狂飙基本上我看 8% 90%有位的这种使用 因为正手的这种照顾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 是吧 4比2 当时 4比2 拉直线 形成相持 特点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如果说 我觉得谁能坐到这 这儿谁能控制场上的局势 是的 高调护肩 哎呀 王立行人反半高抛发球 嗯 调 自己的这种思想来掌握自己的球 好的 以11比4取得胜利 广告之后我们介绍第二局 快乐一些 好 第二局开球 这平常有点偏厚 嗯 非常大 对 现在5比3 马林高调弧圈拉起来 形成连续拉 好球 哎呦 好球 角度打得非常大 漂亮 哦 哦 现在8比5 漂亮 现在7比8 王林起路后 马林调起来 出 出 你看 形成相持 结果出界了 啊这样马林就以11比8取得了第二局 他到正守位 真正正守对正守 应该是王立芹的强项的时候 这次他把握的不是很好 对就像这样的球 以往王立芹就是必胜的 就像你讲的 他一上来就很兴奋 对 包括人的这种步伐 漂亮 到这会儿的时候 就是不敢犯一点的这种错误 我也看了这个半决赛 马立芹跟王立拼出来容易释放 是两种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决赛 漂亮 漂亮 赞助对头可能会有一些无畏失误 但是他无畏失误 他毕竟是少数 漂亮 局面上 他有转就有转 二中肌赞助 人也开始硬 一样都是马林在拉 在萨克勒布体育馆 向大家现场直播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中国乒乓球队的 南队主教练刘国梁 做我们的技术顾问 等一会儿在比赛的间隙 我们也就 更激烈了 前三板是一段上风 这球将明显占据一定这种优势 要做的就是 抗压能力怎么样 就像跟这个 刘成平打的时候一样 他才行 现在5比3 先称对拉 漂亮 漂亮 非常关键 这个球马林就拿背面放 对 所以而且放的非常长 这球 那大力现在必须要中 带着冒险衣要中去 两条直线 这样马林就以11比4 取得了第四局比赛胜利 目前马林是3比1 暂时里坚 双方第五局的比赛 肯定是不行 好的 再来 到中后台中远台 像王立琴这么大的力量都不容易打死 可见马林那个手感是非常之 现在6比7 调起来 漂亮 王立琴呢 在3比7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连锥4分 把比分追成平局 现在王立琴发球 短的 调起来 变正手 再来 调后的争夺功 手不软 这个作为运动员来讲 是不容易的 演示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这正手 这样王立琴 就以11比9 取得了第五 热力 觉得今天王立琴 总体看的话 打的不是说 有点发闷 这场上比赛的时候 应该来讲的话 还是应该多 王立琴要是发闷 非常难打 对 漂亮 王立琴拿我 拿我 拿我两次 这次 世界纪念赛 对 马林是特别渴望 拿这个 是 今天 对 现在7比4 白短 漂亮 王立琴 是10比7 10比7领先 由于他现在2比3 这都是10比7会赢 漂亮 挑了一个 非常成功 这样呢 王立琴就以11比8取得胜利 双方在前6局里边 0比 赢了得分 1比 王立琴激发就抢拉 漂亮 两个人都非常的勇 而没有看出哪一方呢 有点保守或者软弱 实力相当的时候 就看谁心里好 反拉 对拉 漂亮 球跟波尔出现过 看不见刚才 这个倒地拉球 他那么大个 能啪那么低的话 这人在 真的在决赛中 才能出现这种球 漂亮 马林摆短 他 漂亮 也非常关键 特别是一些 打赛的考验 哎呦 这种球是 实际上马林就不要背 可是马林在前两局对他 王立琴拉不过马林 是是是 其实这个比分争扰 人家就是 动的就会走样 有时候想发力的时候 动的就会就会走样 白短 侧身抢拉 正手 这球头 确实是 王立琴今天后面 发挥的特别稳定 两个关键 8比5 白短 马林连续白短 哦 9比5 精彩第七局打了9比9啊 就是两 哎呀 哎马林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吧 棋子回生 真的今天是棋子回生 现在也很难说 10比6点线不敢说 王立琴可能会赢了 但是从这个局面来讲 王立琴已经胜利在握了 概率80% 只能说胜利在望 不能说胜利在握 是 其实人们的心里都很矛盾 又希望马林拿冠军 也希望王立琴发挥好 拉起来 王立琴 这样王立琴就以11比6 取得了第七局比赛的胜利 大家可以看到 王立琴非常的兴奋 他是第三次获得 市别锦标赛的冠军